新城厢公所为了推动原住民美食野菜文化 将私房野菜烹煮方式赋予新的创意和共享经验 同时还举办了112年度原住民私房野菜的研习活动 8个场次16个小时的课程 要烹煮出24道风味餐 在27号举行的成果展 新城厢长何理台表示 这次研习成果呢 希望可以让原住民的美食融入创意 又可以保留原味 吸引涛客味蕾 新城厢长何理台表示 今天是这次研习的成果展 除了谢谢张轩林老师与福定老师的教学 也要谢谢在场的三十一位学员 共8场次16个小时的研习课程中 烹煮出24道风味餐 透过这次成果共享食物 这是野菜研习学员们共享换起经济中的 传统野菜文化野景新美食记忆 最有名著名食材的文化习俗 将本地当季季节性丰富多样性的野菜 以及农与业食材赋予新的生命 研发各式独特自然风味的菜肴 让原住民美食融入创业又保留原味 以吸引涛客的味蕾 增进原住民经济收益改善生活品质 我们要非常谢谢田代表 还有李春梅代表 针对我们原住民的预算 真的有在支持 那我们原民所呢 我们团队也很认真 我希望这次的野菜课程 就像我们的那个太鲁阁主乐器一样 用最短的时间 自己还是要回去练习 复习 把怎么野菜的烹饪能够提升 能够做成便当 那天你们的有做那个便当的野菜 不错 那我希望你们能够再提升 能够开店是最好 那我们乡公所原民所一定会全力支持 乡长也特别打电话说 祝福你们每一位能够 今天带着满满的欢喜 回去好好把我们的野菜课程能够发扬光大 现在向122年度原住民私房野菜 研习成果展活动当中 并在27号11点在大汉村田园农场开幕 首先由新城乡原住民事务所目前开办的 套路给组传统业期研习班 学员进行展演 以分享这次的活动 包括新城乡原住民事务所所长 郑修英 公所专与葛秋夫 鲜言李正文 迪布斯里赖 西南下面代表田金峰 食物主长等长官贵宾 与会中都表示祝贺学员们学习有成 并且鼓励其他学员们能够开创自己的商机 这次成果当中也邀请学员们分享就展示的菜色 以及调理方式简述说明 让早期农事生活与大自然间主人们共取食物 上海间集体采集的野菜 共同分享文化能够代代相传 透过这次研习与分享部落祈祷野菜独特性 以及生态知识 以体现原住民私房野菜在餐桌上的风味 记者就用意 新鲜香味道